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9月12日星期二 說這麼快就來到星期二 大家繼續努力工作 看看現在的天氣 現在的氣溫達到27度 外面天情間不中多雲 其實這段時間天氣已經涼了很多 就算之前都是27度 但是現在的27度明顯是舒服乾爽了很多 另外天文台也在今天早上5時50分 發出了特別天氣提示 就說受到低壓吵的影響 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 持續有雷雨發展 預料香港今天會有局部地區的雨勢 有時候雨勢都會頗大和雷暴 不知道又會不會遇到那些五百年一遇的水浸 天文台就預料了 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就大致多雲 有幾陣罩雨 局部地區雨勢就較大 日間短暫時間就有陽光 好, 開始去看看新聞 關於昨天的尖沙咀打劫事件 在昨天的下午3時48分 在尖沙咀廣東道16號的名人站 遭到三名戴口罩的非華瑞男子池刀和鐵取行動 撿走了多隻手錶等等的貨物 總值370萬 劫匪得手之後 乘坐一輛銀色的七人車 就往梳士巴里道方向逃走 據了解, 案發之後大約一個半小時 警方效率超快 我昨天的影片就在同大家猜 可能三日、四日又或者幾個月 猜不到今次超快 過半小時後 就在飛鵝山以搶劫罪 拘捕了一個19歲的巴基斯坦籍男子 並且在叢林找到一個背囊 起回所有的失物 包括20隻價值370萬的名標 案中仍然有兩個人在逃 據了解, 匪徒在犯案之前踩線 涉案的名標 包括努力士、白連力、愛比、八達斐麗 還有其他品牌 其中最貴的一隻標是超過100萬 其實這樣被人搶完 然後你的標又跌跌撞撞 就算包了也好 放在背囊裡, 廣來廣去 標的價值也肯定跌很多 標很珍貴 一條滑痕也可能有條滑痕 這裏扣回兩、三萬先 肯定是這樣 所以應該有買保險 其實店鋪就不需要擔心 總之就愚蠢 走來這樣走去打劫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在之前牽涉一宗謀殺案的事件 那間元朗嘉麗園 拉閘了半年後 遮名重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有間店鋪不斷打牛肉丸 然後在街坊 街坊代表去投訴之後 被人派南亞人斬死了 然後那個老闆當然被人查出來 拘捕了 估不到半年後 這間牛肉粉麵檔繼續開檔 也有些消息說 其實轉讓了給一些親戚 基本上都是沒有變的 只不過老闆真的去了坐牢 有些網民都笑言就說 人家繼續打牛丸 你夠不夠膽投訴 上一個投訴那個已經被人斬了 那這些 不知道算不算是當政府沒有到 如果這間店鋪再有噪音 就不知道警方 政府會不會嚴正執法 總之我希望對於所有事情來說 全部都要嚴正執法 不要搞那麼多 特別是一些有可能 或者懷疑有機會牽涉到 沒有黑幫的事情 就更加要做到足 做到盡 那就保障我們良好市民 是吧 大哥投訴你噪音連命都沒有 那誰夠膽投訴呢 下一單新聞 關於雙妃男童被遺棄的案件 母親最後被判囚4個月 但是但是換刑3年 原來這個女子也挺年輕的 37歲而已 雙妃兒童12歲 那你就大概算到 她是25歲生的小朋友出來的 那25歲就生了 28歲的小孩都沒有拖過 那說回正經的事情 她就被判了4個月 然後換刑3年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人 她是會回到內地的嘛 她會帶上她的雙妃兒童 回到內地的嘛 是不是呢 你換刑3年 就是說之後她再在香港犯了什麼罪呢 才會再判那4個月給她的 但是她都回到內地了 就算你說她回到內地再犯案也好 都不輪到香港法庭 都不輪到香港警方去判她 是不是 到其時她就在內地那裡就被公安抓的嘛 所以換刑3年對於一個內地人來說 是沒有任何意思的 而且這些呢 擺到明就是說 沒有了啦 一結束了這宗官司 我直接高鐵走的 所以換刑是根本就是沒有用的 那大家就想一下 其實這次是罰了等於沒有罰的嘛 純粹就是叫她 多來香港一兩次啦 沒有啦 甚至乎呢 什麼都不用做 甚至乎她還可以保釋的 即是叫做在香港探著等的而已 不過當然也希望 不要再有這些事情發生啦 你這樣搞一搞 香港政府服侍你這裏都花了十幾萬公帑的啦 好啦 下一單新聞啦 林石屎事件今次終於出了事啦 官堂就發生了林石屎傷人案 在今日凌晨4點的時候 據報了 有一名年約50歲的女保安 在進入麗港城第三座地下的廁所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被假天花的木板擊中了 頓時昏迷的 同事發現就立刻報警 消防和警員都立刻到場 去衛市主急救 再由救護車送院自理 據了解 上址的廁所正在進行假天花工程 警方正在了解工程和今次的意外 是否有關聯 據了解 旅保安送院的時候 仍然是有呼吸密博 但仍未蘇醒 千萬不要有事 即是我不想自己說中 即是我昨天都和大家說過 那些嵌天花等會造成什麼惡果 希望不要這麼快說中 下一則新聞 關於潛建 熊山半島這些豪宅突然之間被受關注 其實關於74號屋不讓人進去 最後申請搜令之後 業主可能都在網上看到別人 就說要申請搜令 怎樣都要進去他的房子 所以他自己都跟處方說了 行了 你們明天早上可以進來任屋視察 這個董事 即是74號屋的人 就是叫做公關界的名人業主 叫做袁慧明 總之就到處查 查到有些什麼的話就積極去抓 另外有媒體也都主動去揭發 就說熊山半島至少有35間屋 是牽涉到潛建的 即是包括叫做拆擋土場 也有滑地爐也有 霸佔官地起花園 什麼都有 因為近海那陣子那些斜坡 他們當作是自己地方 其他那些 即是熊山半島在中間的人 他們起不到潛建 因為你地就只有這麼多 但是有些人近海霸到盡 佔了三波 最好抓這些人去罰 即是罰幾百萬也好 罰幾千萬也好 這些到時看著做 反正他們有錢 他們有資產 只要陳樓他們還沒按 你把陳樓還算 賣陳樓來填數都還可以 是時候要讓有錢人 體會一下法律的鐵拳 不要又說什麼 犯法不要緊 我有錢 我豪宅 你的窮人能進來嗎 不要有這套 總之窮人和有錢人也好 總之犯罪就是罰 很簡單 填不到那條數 就抓去坐牢 就是這麼簡單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又一次的世紀暴雨 渠暮處處長在下午就說 其實這不是水浸 是積水野非爾 結果搞到很多網民就罵他 就說搞錯呀 水浸到來這裡跟我說積水 你不要說為了掩飾自己的不足 而導致用語言藝術去包裝 香港就說香港沒有水浸 但明明都快浸到上心口 明明都有很多車浸到死火 最後就抵不住壓力 在昨天晚上的八點就跟正為是水浸 其實水浸就是水浸 你經常都說五百年一遇 不過當然 最重要的是緊急派員去清理樹葉 淤泥的殘餘物 以及究竟還有什麼地方是水浸的高危地點 就算那裡還沒浸 你也要派人去清理才是合格的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公屋的輪候時間就徘徊在五至六年的水平 這裡是說你不是單人 你單人排公屋的話 以我為例我排到五十歲都未必上到樓 一連一度的突快公屋偏配計劃 就成為了基層家庭的上樓捷徑 即是說那些空宅那些 火屋處在昨天公布最新的名單 當中有十一個空宅曾經發生過空殺案 兩個在去年曾經發生過命案 最新上榜的單位是包括大角咀的海庫縣 分別就是爆出了那些什麼三角戀塗色糾紛 然後淋強水淋完強水再弄多幾十刀 總之相當之恐怖 通常這些我覺得你給我都不夠膽住 如果有些南亞裔人士 又或者有些叫做條命好硬的人 就可以去嘗試申請這些單位去處 不過這些單位其實不是說你要就必定給你的 其實這些單位都競爭大 之前看過的數據好像是說 每次這些空宅放了出來 都是說有四十幾個人去爭一個單位 所以你願意你說窮鬼沒什麼怕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窮鬼跟你爭 好了下一單新聞 自從這個世紀風暴過後 原來水塘的存水量是升了一成至76.5% 即是說很多地方都充滿了水 甚至乎成門水塘都滿了出來 多到要排走儲水 不知道這樣是否可以買少些東江水 然後就可以給少些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東江水要給錢買 而且東江水都不便宜 如果可以買少些就省錢 即不是說沒有 現在我們有多到還要排出去 下一單新聞 魚龍自然護理署指 昨天晚上在港島南區水域發現有鯨魚出現 處方會繼續聯絡相關部門和香港海洋公園的保育基金 就去巡查附近 去確定這條鯨魚的品種和健康狀況 希望這條鯨魚趁現在還風還雨 沒有人夠膽出海的時候 走得切 那就不要留在香港了 因為留在香港的鯨魚 大家都知道上一條鯨魚是怎樣 有些人就說 就是因為上一條鯨魚 香港政府做得不好 所以搞到鯨魚釘了過去之後 就導致香港風水不好 所以就出現了這麼多這麼多的事情 有些人這樣說 不過無論考不考慮風水也好 其實鯨魚你都沒辦法長期在香港那裡生存 到其時那些人為了打卡 然後又坐艇出去 擺上小紅書 到其時又是條鯨魚受苦受累 希望盡快可以趕他出去大海 下一單新聞 運輸署就在今天上午公佈 由於技術故障 山頂纜車在早上7時半暫停服務 下一單新聞 關於天羽爸爸早前確診了 那些惡性肌肉腫瘤 他原來就已經接受了7次電療 他也很感謝人安醫院 就贊助了他25次次數 另外他也很感謝一個免費幫他的人醫 不過那個醫生是不願意公開自己的名字 很奇怪 我正常會在想 如果你願意開名的 其實等於幫自己賣廣告 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你這麼主動去幫人 還有這些都是幾十萬的療程 都不願意開名 似乎真是香港難得好人 好了 下一單新聞 經過世紀黑雨之後 在其他地方都有山泥傾瀉 在昨天的早上11時33分 在石澳道1號 亦有10米乘80米的大面積山泥傾瀉 黎沙湧入石澳哥爾夫球會 幸好沒有讓城傷亡 幸好那個地方其實就不是什麼馬路 其實相對偏遠的地方來的 所以那個傷亡近乎沒有 不過之後要找人執首尾 這裡全部都是錢 好了 下一單新聞 衛生防護中心就在昨天公佈 兩名女子進食朋友 由日本沖繩帶回來的燕子升班之後 出現了肚痛、輻射、頭昏、四肢麻痺、嘔心等等 雪卡毒中毒病徵 目前就已經出院的 情況穩定 中心就提醒了 雪卡毒素的食物中毒 就在熱帶地方並不罕見 說起日本沖繩 又說拿些海產回來 即是第一下我就已經在想了 究竟那個食物中心 需不需要驗有沒有輻射呢 是否因為輻射所以搞到這樣 因為你輻射太強的時候 都會搞到人家又窩又窩 但是說你全身不覺得痛 但你就會日日變差 總之說到什麼日本水產 無論怎樣都好 不要餘我了 下一單新聞 一個在香港修讀法律課程的23歲內地女子 被指和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領袖 叫做周峰在網上聯絡 最後這個女子就被人拘捕了 接著就承認了自己是意圖作出煽動行為罪 這宗案就押後去判刑 之後看看究竟要判多久 下一單新聞 警方就在2019年12月 拘捕了支援示威者的眾籌平台 叫做星火同盟的四名成員 其實這個名字都很久沒聽過 因為19年的時候已經被警方關閉了 要到現在才慢慢去判判 當時有兩個最大幫助黑暴的組織 一個就升火 一個是612 612是說到 印象中好像是玩到2022年才被人停 接著升火是19年尾就被人停了 最後這件事就慢慢在判判 最後有一個學生 他就否認一行洗黑錢罪 案件就在昨天在區域法院開審 控方案情就說 被告的戶口有多筆款項 是多出他身為一名學生應該得到的財政狀況 這些最後就要看要判多久 隨時判兩三年都未頂 因為你的錢真的用來去贊助那幫黑暴 很嚴重的 大家都知道普通的洗黑錢都可能要坐一兩年 更何況是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洗黑錢 好了下一則新聞 關於潛逃了一段時間 即是在香港自己躲在一段時間 和健仔參與暴動一同潛逃的人士 叫做馮清華 他就認罪了 局官就說 你自焦你的惡果 最後就判了他坐四年 星期二得道 當時有份傳說 星期二得道是提供資金 提供資源去包庇他們 但是星期二得道 不見他們再有提過這件事 可能就叫做放棄手足 大家都知道 黃頻道一向都是這樣的 手足是用來賺錢的 19年又說開黃店 突然之間又說自己是藍 都還可以 這些人就被人當了棄子 即是被黃頻道送了去送死 即是如果他們不潛逃 他們神祖認罪有悔意的話 可能兩年一年出來 即是叫做現在已經享受自由 但他們是叫做潛逃的時候 你都不要受 潛逃完還要再坐四年 是說差不多六年七年的人生 就是奉獻給星期二得道 下一則新聞 香港有不少年輕人都有機師夢 希望傲場天際 由機場管理局成立的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在昨天公佈 將會去舉辦 建習機師的培訓課程 獲得六取的學生 需要接受14個月的培訓 包括八個月的綜合飛行訓練 並且需要前往美國加州的雷丁授訓 整個課程不是說你去讀大學 四年收你十六萬 這裏做機師的學費是說 要八十萬 即是你能夠去讀這些課程 其實都是非虎則貴的 大家能夠想像一下 八十萬的學費 能夠拿得出的家庭 最保守估計 這些人的家庭 起碼是有一千萬的 cash flow 即是一千萬是作為現金 隨時還有樓 即是說你沒有三四千萬 但你都不好意思去供自己小朋友 去讀這些建習機師課程 好了 下一單新聞 香港大學的學生會 他們就在2021年7月 在銅鑼灣刺警事件發生之後 有人召開緊急會議 並且在會上民哀 和讚揚而空梁建輝 即是我們當時俗稱的孤狼 事後保安局和港大譴責事件 四名牽涉到會議的港大學生被捕 並且指違反了《國安法》 宣揚恐怖主義 這四個人在昨天在區域法院 承認交替性控罪 案件將會押後到 今個星期4月14日 被辯方進行求情 期間四名被告獲准保釋 之後就看看他們究竟被人判錯多久 他們可能以為當時自己說說就算了 沒什麼所謂 但想不到他們這個又要威的行為 最後是必然為自己導致牢獄之災 下一單新聞 石結尾發生了火警 在凌晨0時45分 據報在石結尾村的美兩樓三十幾樓的一個單位 發生了火警 多名居民報案 消防接報港幣 派出了多隊煙霧隊和疏散隊的人員 協助超過二百名住戶 安全地疏散去到地面 同時也開喉灌救 火警期間最少有四名居民吸入濃煙不適 需要由救護員去治理 其中一名女子送上救護車的時候 手抱愛犬 據了解 起火單位的住戶就是一名獨居男子 當時正在為他的電動單車充電 那些什麼電動物車、電動物車那些 其實我個人來說 就不太建議這些事情 因為確實風險比較高 所以就要小心點 下一單新聞 元朗警區的警員 在昨天聯同入境處的人員 展開了代號叫火石的行動 專門打擊那些非法賣春的活動 在行動當中 警方拘捕了14名 年齡介乎20至52歲的內地女子 涉嫌違反逗留條件 正在被扣留調查 下一單新聞 在今天早上6時27分 警方就接駁報案就說 在西營盤德庫道西308號的一個酒店大門 就懷疑租人潑紅油 警方到場之後就正在調查事件 現場所見 酒店的大門就有兩條大小不同的紅色痕跡 警方經過初步調查 證實是紅色的納離 將案件列作為集行處理 下一單新聞 警方表示 黃大仙的警員 在昨天展開了反釀物行動 探員就在下午8點 在沙基灣新城街22號對開 截查一男一女 並且在一個34歲的本地女子身上 找到價值14萬的非法讓物 最後這兩個人被拘捕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剛才進入黃大仙警區 但去到沙基灣工作的 其實之前有個做警察的觀眾跟我說過 為了情報不要洩漏 即是黃大仙警區的警員 你接獲到情報就是 你知道在銅鑼灣 甚至你知道在元朗新界 有人販賣這些藥物的話 那你就為了保障情報 是可以不需要 我知道我又通知你 你再安排人去做 而是可以自己那隊人 就直接搭一下車 然後就進去不同的地方 自行去進行處理 因為非法藥物這件事 其實那個危害性大 所以就不應該假手於人 而且都會擔心情報 會有些洩漏之後 你越多人知道 就代表了洩漏的機會越高 這些就一定要抓去 所以就是為什麼 要有保密性 可以跨環頭做事 好啦 下一單新聞 海關在10號的時候 在屯門掃管窟進行反藥物行動 倒破了一個非法藥物的儲存倉庫 裡面藏有價值1900萬的藥物 拘捕了一個33歲的男司機 這個男司機 將會在今天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好 下一單新聞 近日新界區屋村爆洩個案有上升趨勢 警方在8號和10號進行反爆洩拘捕行動 成功賭破兩個爆洩集團 並且以入屋犯法罪和外出時被偷竊用的工具罪 拘捕了6名持有傷情症的內地男子 年齡是介乎34至47歲 合共牽涉18宗的相關案件 當中的失物主要是包括現金、金器和飾物 涉及金額達到25萬港元 總之這些就是爆洩 香港不需要爆洩專才 我們李家超不需要這些專才 所以捉了他們回去之後 要不就在香港坐 要不就在內地坐 總之就不要再下來圍禍人間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前日大圍茶餐廳有6名惡殺去搗亂 警方在昨天抓了一個人 之後來到這裡 再拘捕多3名15至18歲的青少年 至今已經有4個人落網了 15至18歲的擺動名就是跟大佬 大佬叫我搞亂當 回台回椅 以為自己東升耀陽 難搞的不要搞 回台 沒那麼簡單 陳皓嵐、耀陽那些沒有 香港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你犯罪就如了被人抓 跟大佬 大佬都救不到你 通常這些人被人抓完之後 打算回去找大佬晦氣 人家大佬不會理你 難道真的 給你幾萬元做安家費 你進去坐幾個月 人家怎麼會拿錢出來 之後就會發現自己 其實就是棄子 其實就是愚蠢 希望這些少年被人抓了一次 然後受罰完之後 就好好做人 就不要做那麼多 就是為非作歹的事情 好了 下一單新聞 葵聰發生了爆市案 警方就在昨天的中午 十二點十九分 接獲報案 就說 在石蔭東村的任御樓 的一個單位 就遭遇爆市 據了解 女戶主就在十號的夜晚 是聽到門鐘聲的 接著直至到今天就發現了 說價值一萬元的金色和人民幣 就不見了 那情況應該是這樣 我猜 即是叫做 主人就在房間睡覺 接著有人按鐘的時候 就不理了 又或者可能睡得很軟 然後就進去爆市 可能爆市的時候 就沒有太大的聲響 所以那個人繼續睡覺 直至到起床的時候 才發現 喂 我不見了東西 這樣 有時候 就是留守家中 都未必百分百安全 大家就真的要小心點 好啦 下一單新聞 在昨天的下午兩點鐘 警方就接獲女職員報案 就說 有一個男子 就在觀塘游泳池游水的時候 就預力期間一度吐血 他由救生完救起之後 就陷入昏迷 救護人員就去到現場 將他送去聯合醫院搶救 據了解 男事主就是41歲姓崔 警方就正在調查他的餘力原因 最後一單新聞 昨天也有跟大家說過 一個韓國的女直播主 就過來香港遊玩 接著就在港鐵站裡 就遇到有南亞人 就咸豬手渠 警方就已經說明了 會高度重視這件事 以及派重案組去跟進這件事 相信一定會認真去找這個南亞人出來 因為這些人就完全是顛倒過來 他是唱衰香港故事 以及令到香港的旅遊形象大跌 因為這次是有個直播主 他把影片放上網的時候 是韓國見人見到 甚至乎你有條上網線的 你非洲人都可以看到 所以警方高調介入 高調處理 這是正常和合理的做法 今天新聞比較少 同樣來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見 好,拜拜!